早上我们起床了 昨天晚上盖这个被套还是蛮舒服的 刚刚好 这个被套是我们之前买的 然后呢 这个颜色我感觉还不错 以前买的那一套 还需要再买一套 再买一套买什么色比较好 我觉得再买一个这种色怎么样 这是淡淡的色 我们就适合淡淡的呀 人家说我们适合橘红啊什么的 哎呦不要不要不要 橘色 黄色 白就是有亮点的颜色吧 因为我们这个车比较暗嘛 车比较暗 添加一下色彩 这种也可以吧 你能卖看 嗯 来 早上没叫起床 你看这边是我自己设置的 拜拜 起床了 设置的起床了 大家应该每天早上过来按一下 起床了 是不是 昨天晚上吃宵夜了 今天呢又起的晚了 早上就简单吃一口 泡一个蜂蜜水加鸡蛋玉米 牛奶也忘记买了 牛奶也吃完了 这是我们简单的早餐 一人一个鸡蛋 一人一个鸡蛋 一般的玉米 玉米你要吃哪头 玉米你喜欢吃哪头 我记得我记得给你吃这头吧 这头肉少 这头老 哇那你给我 哈哈哈哈 是不是 我们吃鸡蛋呢 阿伯就眼勾勾的看着 要吃就你忘记了 要吃你要干嘛呀 要吃你就按一下那个告诉我 你的吃饭就在蒙哥就在你的 走下走下 吵着啦 按那个吃饭 按吃饭 按吃饭 唱歌啦 哎呦 慢点吃 慢点吃 哎那个撒 那个软骨素 忘记得要加了 吃饭 大白 engages进去玩一下 我把这个地擦一下 上面这个地啊 它是地板格的 地板格的话 像 educated fellows 毕竟是轻轻擦的 这个地板格里面 有一点凹凸感的 啊 所以这个里面会 有一点点的灰尘 需要用很大的力气 才能把它捶塌 卖于力气没那么大,轻轻擦的话擦不下来 所以呢以后这个地还是我来骂,我的用力比较大一点 还好空间小的话 这个也不费什么事 每天花个几分钟 把这边弄一下 人家说锻炼家务,不会老年痴呆 对吧,尤其是我们这种 天天坐在车上的 擦完地的标准就是 用那个指针擦一下 擦一下看上面基本上没有灰了 那就算是擦干净了 的确哈,用力大就可以 好了 给阿白上尝药 阿白的耳朵要每天坚持 上次给他买的药 哇,两种 再配一个小零食 待会儿滴完药的话再给他吃零食 这样的话对吧 就是打一巴掌给喝糖 更何况这个滴耳药 对吧,滴了一点都不疼 大概只是怕而已 我把药拿出来 准备给大白上一下 没得大白还在玩呢 看大白看到这个是什么反应 好了好了,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吧 给大白上药了 别说说,看他炒了 来给我吃的 大白吃的 吃的 好,等会儿吃这个不 过来 过来 小宝宝 又到了一天 拜拜,舒服的时刻 别跑,别跑 等下跑错底了 乖乖乖 听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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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关了 这粗心大意的 到了一半 还剩一半 开错口了 走 还是回车上吧 外面风太大了 大海这一副生无可恋 随便你折腾了 他叮到耳朵里面 按一按 等一下抖一抖 知道吧 你看多幸福啊 是不是 又到了两个快递 我们把它拆拆 就是最后两个快递了 我们的快递就拿完了 这个是我们买的一个自拍杆 自拍杆 三米长的自拍杆 三米长的一个自拍杆 360的自拍杆 360的自拍杆 手感还可以 副厂的 但是我们 我们两个汽车啊啥的 就可以自己自拍了 三米长的自拍杆 三米长的自拍杆 跟有鱼杆一样有没有 你还别说 我在前面绑根线 是不是可以钓鱼了 我也觉得两用啊 对 我觉得两用 小河长的话 我拿它买根线 买根标过来钓鱼 我觉得挺好的 断了 这个也挺结实的 这个自拍杆可以啊 想放多长的可以 发现了这个杆子多用啊 不行可以当自拍杆 还可以 还可以当钓鱼杆 而且还可以当防身杆 还可以当驯狗杆 让它金箍棒呢 你的金箍棒 大白 看到棍子没 快出来 大白看到没 你看哪儿 这棍子这个很用的 躲在那里干嘛呀 快看看有没有你吃了 你要不听话叫它棍子打你 有贪口大趣 看一下有没有买了你的好处的呀 哈喽 看这个 这不就是你最喜欢的吗 买了一个豆浆鸡 这么大呀 哎呦 这么大啊 这是我们买的一个mini的豆浆鸡 啥叫豆浆鸡 这叫破壁鸡 小破壁鸡啊 对 可以炸豆浆炸果汁 再买多少小东西 我觉得可以啊 挺小的啊 你看它 花茶奶茶 米糊 豆浆果汁 你可以做芝麻糊了 它也相当于一个破壁鸡一样 是吧 它就容量比较小一点嘛 它说那个炸豆浆的时候 那个豆啊不用泡啊 直接放进来就可以了 对 不过也要二十几分钟 明天试一下 我记得我们还有黄豆 我记得还玉米 我记得过来了 电动车还没收好呢 你们去哪里玩的吗 没有啊 就在车里没动 哎 那个被子干了吗 我看看 干了非常干 干了 昨晚熬夜给你们洗的 熬夜给我们洗的 哈哈 又不是你用手洗 要洗一洗 洗一洗 哈哈哈 我妈明天干不了 这边是吃这个平刚砂锅粥的 平刚砂锅粥的话 在洋江这边是比较出名的 它来源是那个平刚镇 这边来的早啊 还没有摆那个夜宵摊 在屋里面吃 我在屋里面吃也挺好 他们的那个粥啊 全是放在这些海鲜进去煮的 我们的晚餐算好了 晚餐加烧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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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已经九点多钟了 对吧 看一下啊 这个是 这边的特色 泥虫粥啊 这个灰灰的 就是泥虫 哇 这个长长的海虫子 虫子一样啊 沙虫 虾粥 哇 看起来就有料有没有 对 这边的那个料很足啊 很足 特色的虾芋 青菜 长萝 还有这个 在这边烧烤啊 我觉得这个比大鱷子还好吃 最喜欢吃这个了是吧 鱼南 这是连不吃烧烤的卖鱼啊 都喜欢吃的东西 它这边烤的也不是说特别烧焦的那种 这是鱼南啊 鱼南 鱼肚子的那块的地方 对吧 生蠔是必备的 还有小豆腐 最重要的还有一瓶啤酒 对吧 要喝酒了 嗯 啊 嗯 哇 这才是 生蝗 生蝗 你弟说的啊 哈哈哈 我就先来一点点 是泥虫粥 泥虫粥 好 我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啊 我看起来我跟你讲 我看所有粥都一样 你先研究一下这个粥怎么做 怎么自主啊 你快吃一下这个虫子 泥虫 在我吃虫子里 泥虫 你这也挺能吃的 这泥虫呢 就是比较鲜嘛 好像这海鲜就是一个鲜味 你说到底它有什么块味的话 倒是没有 口感呢有点 这个口感呢有点那个有点嚼劲 泥虫 是一个大骨植物啊 这粥很鲜甜有没有 嗯 这烤鱼难了 我们终于有最爱吃的烧烤了 就是这个是吧 是吗 但是其他地方都没有 没有 只有广东那边有 以后每次路过就记得吃一个这个 我最怀念这个了 其他的感觉都差不多 已经这么多也吃了干干净净了 还剩下一点老徐的这个收尾 还有吗 过来 你看你的蝴蝶 你看你的蝴蝶 看我们的 我们一小蝶 把酒倒给他 酒满上 要干 酒满上 我干着你随意吧 不能再待了 不能在海林岛再待了 我的肚子好大 明天去称一下体重 看我有没有重 对我也称一称 刚刚喝酒喝得太饱了 出来溜达溜达 到海边来溜达溜达散步 消化消化 这里是海林岛的放声台 放声台 下面有沙滩 下面对吧就是海 一行在这边溜达溜达消消失 白天这边的风就挺大的 所以就没想到过来这两天 这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广场 这边也是开日落比较好看的地方 海面上可以看到出来已经有点起雾了 有点起雾了 这边感觉也挺不错的 整个海林岛都可以看得到了 这边的放声台对吧 中间都有一个像类似于八卦一样的 就是每年这边的每年到开雨节的时候 很多人都会过来放声 放声一些海里的鱼 像阿蟹 就各种这样的东西都有 意思就是 供奉大海 感谢大海 就是养育了海边的人 这样一个寓意 八月一号是他们固定的一个开雨节 但是最近一些年 都是随着禁渔期的一个延长 然后每年的时间都是要等通知的 最近这两年开雨节都是在九月份 今年他们说还没有通知 如果开雨节到这边来的话 应该是挺热闹的